女生有这些表现时说明她是真的要放手了 都说女生讲分手都是闹闹而已 习以为常就觉得不哄不改不变 她都不会离开你 真的是这样吗 女生有这几种表现说明她是真的要放手了 当你们两个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每天都会和你待在一起 一刻也不想离开你 你们每天会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一起吃饭 就连打扫卫生都会在一起 让别人很自羡慕嫉妒恨 后来渐渐的你会发现 身边一个女孩子对自己似乎没有了往日的热情 她再也不会像之前一样 每天都会对我嘘寒问暖 每天都会给我带早餐 给我做好吃的 甚至于当我生病的时候 她会陪我一起去医院 直到我没事才放下那颗始终悬在半空中的心 她总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会征求我的意见 总是会考虑我的感受 这就是让我非常喜欢她的原因 可是后来她对我怎么忽冷忽热的 当我再次生病的时候 她根本就不会在乎我的死活 甚至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很自私 不允许我看别的女生 也不允许我和她们说话 可是到了今天你变了 你变得竟然看见我和别的女生聊天 你都不会生气 而是一副根本就不在乎的样子 我以为你生气了 可是你后来却告诉我 我以后做的任何事情 你都不会在乎了 我知道肯定是我做错了事情 可是不管我怎么改变 你都不会去在乎了 你之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根本就不会去责怪我 可是现如今你总是会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 而对我发脾气 以至于和我冷战 不管我怎么和你道歉 你都会拒绝 紧接着渐渐的 你会从每天都很早 回到家 到现在回家都很晚 甚至于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回家 我问你什么原因 你却连解释都懒得和我说 从之前我们两个人每天晚上都会抱一起 到今天为止 你连碰都不愿意让我碰 你说只要我碰你一下 你都会觉得恶心 以前的你如果每天晚上我不满足你 你就会很生气 甚至于不理我 可是事到如今的你 竟然连和我这点激情都没有了 你说你宁愿对全世界人笑 却唯独不会再对我笑 我们以前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到现在你却连一句晚安都不会主动和我说 就连我对你说晚安的权利都给你剥夺了 从以前的你不管自己有多忙都会陪我 到现在你就算有时间都不会和我在一起 宁愿自己在外面瞎逛 都不愿意给我个机会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每个月要求我把工资上交给你 到现在我每个月都会主动把工资给你 你都不会领情 不管我对你多么好 你都会觉得这是我理所应当 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我早已明白了你的心 所以如果当你身边的女生 对你有这些表现时 你心里就要明白 她真的打算放手了 因为她再也无法爱上你了